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生命体的内五行和天地五行的生 克 化 智不同 所以是受天的制约 受地的制约 受众生界的制约 这就变成了我们有命有运 运有十二运 十二地支 子丑淫卯沉塑 为身有塑害 天有是天干 加以秉丁 无几更新盈亏 各有五行相配 那么和我们造我们的那一天 那一年 那一天 那一时 那个月 那个时 那个日 那个时的 这个生命体 它有个生克制化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是我们自己不跳出五行 就一定会受制五行 那修行人要跳出这个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命由天 也由我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修学高级的无我法 也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空性正见 让大家在二十四小时 每时每刻都保持着无我真空 空性光明的境界 那你只要安置在这个空性光明中 你是近虚空变法界的空明体的时候 五行制约不了你 三界鬼神制约不了你 谁能制得了这个太虚空啊 谁也制不了的 所以你就真正地跳出了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你就不会受天地五行的生克制化 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一种大自在 我命在我不由天了 所以我们修行要改变自己的命和乐 中极是修一个空性正见 也就是在修心这个层面上 修无我 修无为法 修空性正见 这就是正法 离开这个 是自己不停地膨胀 欲望膨胀 我慢膨胀 这是魔 一正一邪 大家要注意 如果不停地修一个我厉害 我能行 我能怎么样 你就是个牛魔王 今天是牛年 说是你老老实实地修 不牛气冲天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孙悟空修行者 你如果是牛气冲天 自我我慢 自我膨胀 觉得自己这个修行了不得 觉得自己功夫了不得 自己的法门了不得 自己的团队了不得 自己的什么都了不得 这就是牛魔王 所以大家借助这个牛年 好好的辨别正邪 不要让自己那个牛魔王 再出来做魔做鬼 好好的 这个做一头老黄牛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无我真空 把自己融入尽虚空变法界 这样才能真正地改变命运 好